主厨特餐 直播平台方面的网络直播 今天我们就来请教一下 专家咯 在我们现场是 咪咪直播的整合行销总监Vicky 哈喽Vicky你好 嗨大家好 丑林姐好 时间我们大家没有看到Vicky 因为我们是广播 Vicky长得非常漂亮 所以我其实跟Vicky问的第一句话就说 Vicky请问你是直播主吗 不是不是 还是说你们要进那个 咪咪去工作的话都要很漂亮才可以 其实我们在节目开始录音之前 我跟Vicky带来聊了一下 直播的这个行业 看起来Vicky其实很早很早 在我们国内 比如说你听到各式各样的直播平台 这么夯之前 你很早就开始 在网络直播这块有涉猎了 对 可以聊下你的经验吗 其实是在大概八年前吧 那时候是在一个社群网站 那时候 因为本来就是在做娱乐这一块的社群互动 我们就有发现到 网友们呢 他们喜欢去窥探艺人的一些 荧幕上面看不到的生活 对 然后他们喜欢在网络上面去讨论 去互动 所以于是呢 我们就去设计了一个网络的直播节目 那时候还是一个电脑桌机的概念 我们就是简单的在办公室搭一个摄影棚啊 然后在网页端就去开设一个直播节目的入口 在固定的时段邀请不同的来宾 然后让网友可以上来跟明星互动 然后发问 其实那时候的成效反应都非常好 是 所以八年前那个时候 你说是桌机时代的时候 对 就开始了有网络直播 你就看到了那样的一个趋势方向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才刚刚萌芽 对不对 对 才刚开始 那到现在慢慢慢慢的是到了行动装置的 APP上的一个直播平台 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咪咪这个网络直播平台 好不好 它跟我们平常可能比较熟悉的是 脸书直播 YouTube直播有什么不一样呢 好 那我先介绍一下咪咪直播 其实咪咪直播呢 是在2016年的时候 10月份落地台湾的 那我们刚开始落地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比较着重在内容的推广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以健康优质的形象来传递年轻小朋友 新世代小朋友他们一些独特的自我风格 所以啊 其实在16年到17年中的时候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铺垫我们的优质内容 像是举办不同的话题活动啊 还有我们来筛选一些优质的主播 那在今年呢 其实我们会更加提升在品牌的推广 跟一夜的合作这一块的配合 像我们前阵子跟华视五间新闻 有一个意志答题的节目 真的 对 我们跟华视五间新闻 邀请华视的主播 来当我们的意志答题节目的主持人 那当然我们也会在节目里面去融入了时事 这最主要是因为想要让新世代的小朋友 因为他们现在越来越少去关注时事动态了嘛 所以我们让他在这个轻松愉快的时段里面 可以去了解现在社会上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那如果说提到说我们跟脸书直播 跟YouTube直播有什么不同 脸书直播 他有时候是局限在自己的朋友圈 那或是局限在自己的国籍范围内 对 那脸书直播呢 他比较没有打赏的这个行为产生 那在YouTube直播呢 其实现在台湾的人还 蛮多人是把YouTube定义是在看影片的 所以还不习惯在YouTube上面去观看直播 或是开启直播 那所有这种直播APP呢 其实都会有产生一个打赏机制的行为 对 所以当我们在直播APP里面去开启直播的时候 第一个它是有营收的 你付出了多少 你跟网友产生的互动 你都可以当下得到一些及时的回馈 那再者我们是不限于国籍 或者是你的朋友圈 它是可以被很多人看到的 所以有时候在直播APP上面去开启直播 你去聊天的内容 其实还蛮有趣很多元的 因为你可以知道 原来在那个国家 那个省份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 你说它是在APP上面 有一个跟脸书跟YouTube直播不一样 其实我们中文新闻 我们可能是因为新闻类的东西 你开直播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的在线最多大概就是几百人 然后也没有打赏 如果有打赏的话 我们应该这个中广新网的营运会更好 才对 赚零用钱 赚零用钱很重要 刚刚Vicky有谈到说 我们咪咪是在2016年在台湾落地 对 为什么要用台湾落地这几个字 我们从哪里飞来的呢 其实呢我们跟大陆是有一些合作的 比如说我们跟大陆市占率很高的应客直播 是战略人盟的关系 那我们跟他的合作呢 应该是说 其实大陆的直播市场发展得很早 他们从2015年就开始通播发展 比台湾还要快 对 他们是比台湾快的 台湾漫他们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 所以在大陆一开始 兴起直播这个产业的时候呢 因为他们由于人口基数大嘛 所以相对的他们在直播场景的探索跟实验 也就相对的比较多 那不论是技术啊 营运端或是商业模式的 一些创新的想法上面 都比我们来的成熟一点 所以我们跟应客的合作 主要是在这几个面向里面 会一起产生交流沟通 哦是 你说应客 它在大陆算是一个 算很发达的一个直播平台 对 但是像大陆一开始的时候 有非常多 比如说豆鱼啊 花椒啊 然后一直播啊 应客啊 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 就是一下子拥起了非常非常多的直播平台 2015年下起来 2018年 三年过去 现在还是这么夯吗 整体市场的话 的确还是这么夯 那在大陆的话 在2015年到2016年之间呢 其实大陆就有下了一个政策 你要直播 你必须要取得执照 啊真的吗 对 直播直播是什么意思啊 所以很多直播平台 他们都开始泡沫化了 关掉了 现在能够剩下几家 就是比较具有公信力的直播平台 对 因为大陆政府可能是要做一些内容把关的动作 对 那你说的拿到证照是 直播主要拿到证照 还是平台要拿到证照 平台 哦是 所以他们有一些管理的 对 直播平台的情况 他们跑得比我们宽 那我们台湾现在的 整个直播其实也非常的夯了 对不对 像咪咪这边 其实有设计很多很多的活动 帮我们聊一聊 好吧 我们其实属于比较熟灵阶级 对于这个直播的世界 充满了好奇跟不了解好了 到底谁是直播主呢 有时候我们有统计过说 咪咪的直播主我们的国籍 男女比例 年龄 那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是直播主 对 只要你感秀 对不对 只要是感秀 因为现在年轻人的确就是感秀 然后想要分享 所以直播才会心情 那像千玲姐刚才见到我第一句话 就问我是不是直播主 对 其实我自己的确开过直播 那我在开直播的时候 我就是用咪咪开直播嘛 然后就有很多不同的粉丝们上来聊天 然后甚至是上班时间偷偷开直播 粉丝就会说 你现在是不认真吗 要跟你的老板告状哦 就是会有一些很轻松 很有趣的对谈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是直播主 只要你想要跟人家分享 你感秀自己都是可以的 其实直播主啊 是不分国籍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各个国家 都有人在做直播 你说在咪咪上面 各个国家的人都有 有的 在咪咪上面 其实还是有各个国家的人 可是你如果是位在台湾 你下载咪咪直播 你打开来看 你会看到以台湾的直播主为优先 因为我们会依照你所在位置的IP 然后去给你一些同样国籍的直播主 但是其实咪咪一直在深耕 全球的华人市场 不管是我们所谓的大陆啊 港澳新马啊 甚至是南亚北亚 我们都有都有我们的市场 所以其实直播主是不分国籍的 但是如果你要提到年龄跟男女的比例的话 的确是年轻人居多 那观看了用户的话 的确就是男生会高于女生 男生看女生 合理 对不代表女生不看女生 因为其实女生之间还是会有一些 共同的分享 比如说我会觉得这个主播 他的影线眼镜好好看 因为主播都会美瞳嘛 他们很重视 角膜 放大片 对 他们重视呈现出来的样子 他很仙气好好看 那我们就会上去问他说你带什么牌子啊 或是说他的口号好好看 所以还是会有女生去关注女生 去看看这些很红的直播主 他们是怎么样打扮自己的 然后去跟他们一起分享 怎么样变美 是 年轻的女性的直播主比较多 那他们的开的节目类型呢 应该是说 现在我们大部分看到的直播 都是所谓的素人直播 素人直播其实就是所谓的 给你看的形态 给你看的意思呢 就是我用手机的前镜头 然后我跟你分享 我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跟你聊天 所以呢 那里面可能是没有一些 节目内容的架构 他只是在跟你分享 在跟你聊天 开了镜头就随便聊了 对随便聊 然后唱唱歌啊 然后问问你今天过如何啊 或是说说今天自己发生了什么事啊 就真的是像朋友一样在聊天 这样有人看啊 有人看 应该要长得很漂亮才有人看吧 其实不一定要漂亮 就是你会聊天 你敢分享 然后或是你有才艺 因为很多主播在咪咪直播上面是 才艺表演 他们开启直播就是在唱歌 那唱得好听的 然后颜值也不错的 我们就会注留的比较久嘛 对 所以这叫做给你看 对 所以就是分享你的这个生活 你刚刚有说你开过直播 在上班的时候开直播 那个就是给你看的意思 给你看 对 上班的时候开直播 那你可以跟人家互动吗 我可以啊 因为其实我跟老板先报备 结果来就一边那个同时间打屁 全部都直播出去了 就有一些机密的内容还是要把关一下 但是就还蛮有趣的 因为网友就会说你现在在上班 怎么可以直播 老板不会骂吗 对啊 其实还蛮有趣 就在分享生活 然后会 甚至是我好一阵子没有开了 那网友就会留言给我说 你最近怎么都没有开 留私讯给我 就希望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分享上班的生活 跟直播主的互动 我可以说话吗 应该是说我们一般所理解的直播 的确是不行 但是像明明直播下 有另外一个形态的产品 是语音直播 语音直播其实就好像广播一样 我们可以最多六个人一起开启直播 我们看不到彼此的影像 可是呢 这六个人一起讨论 一起聊天 一起讲话 比如说我可以一起在 像前阵子市竹赛 这六个陌生人 他们透过这个语音直播的产品 一起在支持同一个队 但彼此看不到彼此 看不到彼此 然后这六人是主要在讲话的人 对 其他人也可以进到这个聊天室来听 听他们到底聊些什么东西 这也是强广播饭玩 是这个反应也不错吗 这也还蛮不错的 聊了那么多 那个网络直播 明天我们再跟Vicky进一步来聊一聊 直播平台的一些什么样有趣的事情 跟她新的世界 好 我们主持特餐间 非常谢谢 是Mimi直播的整合行销总监Vicky 谢谢Vicky明天见哦 谢谢大家明天见